新手小白学吉他到底该不该一上来就练习爬格子 这个事在吉他老师当中也是一直都存在争议的 目前网络上对于爬格子这件事是分两个阵营的 一方是支持爬格子 另一方是反对爬格子 支持者的理由是爬格子可以强化训练左手 反对者的理由是没有几首曲子是像爬格子那种方式去弹的 目前仅有的一首像爬格子那样弹法的曲子 只有一首野风飞舞 我的观点是爬格子有用 但是不适合初学者 因为他太耽误时间了 我认为他应该在你向高手冲刺的时候去练 有爬格子的时间都已经练会好几首歌了 下面我教大家一种练手指的方法 你看看是不是比爬格子有意思 同时他一样锻炼手指头 知道我弹的一段是什么吗 它就是C调音阶的指法 我们在前三品的时候这样弹 当我们加上一个变调夹以后 我再弹C调音阶 那么此刻它已经不是C调了 它比C调高了半个音 因为我变调夹夹在了第一品 这会它就是声C调了 编调夹在这干嘛呢 它把每根弦都压下去了 现在我不用编调夹 我用我手指头去压 编调夹是个常住户口 它是夹住以后就不松开了 那我们的手指头呢 是我该弹这根弦的时候 我把它压下去 我不弹它的时候 我就不去按它 比如变调夹一上来 是夹在第一品的 我把六弦第一品当作咪 和夹变调夹没有区别 然后第五弦 第四弦 第三弦 第二弦 连起来就是 现在知识点来了 我十指在第一品按的时候 它是声C调 我十指在第二品弹的时候 它就是D调 我在第三品弹的时候 它就是声D调 我在第四品弹的时候 它就是E调 第五品它就是F调 第六品声F调 第七品G调 就是C调音阶的执法 只不过把第一个手指头 充当了变调夹 我们可以这样来练习手指头 你觉得是不是 比单纯的爬格子有意义